HELLO 大家 今天沒有咖啡 今天要來吃漢堡 今天這個是漢堡王 那大家知道漢堡王這家公司嗎 其實就是最近開始啊 漢堡王就是有一陣子收了很多店 然後現在好像突然又變很潮的一家店 各地的居民都開始敲碗希望他們回歸 可是我明明記得啊 我在大學的時候 二零多少啊 二零零五零六那個時候 好像就是 我從基隆如果要做客運去台北市的話 就是國光客運的總站裡面 其實有一個他的攤位 那個時候啊 其實如果我回到基隆 他還開著的話 我都會買他的東西回去宿舍 或是回去我租屋的地方 那後來有搬到高雄去住大概快一年的時間 那時候高雄也是滿地都是漢堡王啊 那我其實也吃過好幾次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之間他就消失之後 大家又很希望他回歸 好像就是一個東西啊 你只要還存在的話 大家就不會好好的珍惜 啊等到他消失的時候 大家才會覺得他的珍貴吧 大概是這樣 跟愛情差不多 對啊 會今天會去買這個的原因呢 是因為啊 大概在上半年的時候 就是台南人很希望漢堡王回來台南開店嘛 啊有一次他們就是因為要去開高雄的店 所以他們就是委託的廣告商 載了一支那個漢堡王的那個招牌 就很大很很大一支的那種 啊可能中間有經過台南 可能司機想要來台南先下一些其他的貨 或者是說他想要來買糖吧 啊就是很多台南人看到 以為他們要來台南開店了 就開始網路很熱烈的討論 結果後來漢堡王的台灣公司就出來澄清說 沒有沒有這回事 他們是要去高雄展店的 啊他們後來有補了一句說 他們會認真問一下總公司 要怎麼在漢堡裡面加糖這件事 來符合台南人的口味 對啊他們大概在今年的7月8月左右 就開始宣布說台南要開店了 那時候其實大家就是想說 就開漢堡王嘛也沒有怎樣 可是即將要開幕的時候啊 他們宣布了就是 他們終於找到把甜的東西 放到漢堡裡面的一個做法 就是他沒有忘記這件事啊 所以我今天就是比較閒嘛 今天休假 老闆娘不在 他跟他妹妹去台中玩了 我就想說我自己來偷吃一下 所以我們我先一定是買那個啊 一開始一定是買那個就是巧克力的那一個嘛 他這個東西啊 等我一下我拿一下收據 好我收據拿來了 這個東西其實他在他的看板上是寫巧克力滑寶 可是你去點啊 你去跟他買這個東西 他上面的訂單上面會寫台南滑寶一個 台南滑寶後面標了一個C啦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巧克力的開口 對阿今天 其實比較特別的就是這一些啦 就是 甜味的漢堡 對 然後薯條就很普通嘛 漢堡王的薯條就是這樣 阿其實 我還蠻喜歡他的薯條 是因為他幾乎沒有調味 幾乎沒有調味 就是 也不鹹 阿也沒有其他的調味 其實對一個比較害怕調味料的人來說 他的薯條應該算是 會比較推薦的 有點渴 然後因為他是9月1號開幕的 阿 剛開他幾天 就是 依照慣例嘛 台灣人就是這樣 剛開就會 塞爆 阿我今天是想說去碰碰運氣 因為很閒 就騎車亂繞 看到他就是 沒什麼人 對 我就決定要買 那 買的時候呢 因為那一家是在台南的火車站附近阿 我找停車位的時間 比我等安保的時間還久阿 可樂就普通可樂阿 我們今天重點就是要來看一下 這個 巧克力華寶 阿他說他是跟 賀喜巧克力 齁聯名的 一起做的 欸幹 然後裡面 我看他看板上還有講 就是有 有那個 花生醬在裡面 對 我現在可以理解他為什麼要給我一大堆紙巾阿 我剛剛以為他是很急 然後就是可能抓了一大把塞進去 他其實我買外帶嘛 阿打開之後 他的巧克力就是流了整張紙都是 就有點不是很好搞 這樣子 阿這邊全部都是巧克力 那我現在就直接來剋掉他好不好 吃一口看看 還是我先把它打開 他打開阿 其實就跟華寶很像阿 只是調味料換了 好啦隨便啦 就是有一個番茄 有一個番茄 洋蔥 然後漢堡 漢堡排 然後有看到他用巧克力 阿也有看到他用花生醬 對 就是比較 就我感覺就是 華寶加巧克力加花生而已啦 所以我們現在來 直接來試試看看 嗯 我覺得 花生醬的味道比較明顯 阿巧克力呢 我不確定是不是他已經流到包裝紙上了 或者是說他根本加的不夠 我覺得如果你說 我覺得這很嚴重喔 如果說你先標榜這個是 台南華寶 你直接 戳了一下 台南人一下 然後你的甜度不夠的話 我覺得台南人會生氣喔 因為這個我不覺得他有夠甜 像那個什麼 樂寧漢堡的 花生醬的那一個 我覺得甜度就比這個高一點 對我覺得他其實沒有到 沒有到真的想像中的就是 專門出給台南人的那種口味 然後我現在看到他這邊 整個都是巧克力醬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流出來啦 那 等一下我覺得吃這個會弄上手 我先放到旁邊去 齁 然後 好 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他是好吃的 對他是好吃的 但是 如果說你今天是要 專門做給台南人 然後有帶有一點那個 諷刺的意味 就是說 你們台南人什麼都要吃糖 我覺得這個就是不夠甜 就是 而且我一開始以為啦 他會用那個巧克力抹醬 有沒有 像我們做那個 花生厚片啊 或是早餐店的那個 吐司的時候 會用那個抹醬 但是沒想到 他是用那個淋醬 就是 我們可以在家樂福 或是全年 買到那種什麼 賀喜巧克力醬 這麼大罐那個 我覺得那個味道啦 那種淋醬的味道 本身就 我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喜歡 那個東西我大部分 是拿來做裝飾用 啊 我不會把它拿去調味 因為他的味道就是有一點點 不像巧克力 可能就是 因為要把它維持在那個 液態的狀況 然後又可以保存 所以他可能會加一些 其他的東西下去 我個人就比較不喜歡那種 我比較喜歡的是那種 抹醬啊 有點類似那種 花生醬那種抹醬 因為一方面 它的流動性不會太高 那一方面 它的那個 濃厚度也會比較高 如果用我們咖啡的用語就是 巴底會比較高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抹醬的 所以 我覺得這個 如果改成那個 巧克力抹醬 我覺得會好很多 沒關係 我們之後買一個 我們之後再買一個 普通的華寶 回來自己加工看看 就好了 就是加那個 幾筆花生醬 跟巧克力抹醬 試看看 因為巧克力抹醬啊 可以買到很好的 對 就是你不一定說 一定要用什麼品牌嘛 我們自己買 啊之後我還可以拿去 加在其他的地方 就OK 好不好 那今天 我的感覺是 它其實不難吃啦 但是巧克力的味道有一點淡 那花生的味道還蠻明顯的 然後我一直以來很喜歡吃 漢堡王的華寶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它沒有很小一個 我其實覺得 麥當勞漢堡都很小一個啦 就有一點吃的那種 要飽不飽的感覺 那有時候 你就會因為這樣 再去點一個什麼 加大的薯條啊 或者是其他的副餐 啊其實吃起來 也沒有比漢堡王便宜 對 所以其實我一直以來 還蠻喜歡 就是有看到 有漢堡王可以選 我都會選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漢堡的那個 份量是正常的 不是那個超小漢堡這樣 對 這就是看客人的選擇而已啦 其實 我是覺得還好 沒有就算了 有就會吃 沒有到那種 一定要敲完 然後希望它從哪裡來開店這樣 對 今天影片就先這樣 我等一下攝影機關掉 我要來把它吃完了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